也在我們的會場四處流傳 我剛剛還抱著他嚇嚇的 我看到我就傻了 這位慈母是藝術大師嗎 背著小朋友 他的兒子現在有沒有什麼異式細胞 在媽媽的觀察裡面 如果這遺傳是有可能的話 那老師有沒有特別帶著他 往哪一個地方去邁進 帶著他去拍照啊 或者是栽培他 對 特に何もしてないんですけど ものすごい女懲らしで すごい女の人が喜ぶ言葉を ものすごく言うので ちょっと将来も心配なんですけど 人間にチューしたいとか 可愛いお姉さんに言った可愛いね って言ったりとか チュー君チューって言うんですけど チュー君チューって言ったりとか ものすごい小っちゃいから あれなので ちょっと将来も心配です 我倒沒有特別去培養 培養他有什麼樣的成才呢 倒是我這個兒子 我覺得他的天性是 他很喜歡女生 他從小的時候啊 就是只要看到就是很可愛的大姐姐啊 就會黏著人家 那如果人家說 因為我兒子叫修骨 那如果人家說 欸來來來可愛姊姊 追不來我家的話 就馬上跟人家走 然後呢 每次看到誰都不喜歡 然後都要跟人家 kiss 這樣子 所以我很擔心 這孩子長大以後 不曉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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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も自分も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自分でやったことは 自分で責任を取るんだよ っていう風に教わったので それはまあ 彼にも伝えようかな と思っています 事實上 我自己在生長過程中呢 我的父母也從來沒有 試圖要去引導我 或者說是 要我去走哪一條路 也沒有說 希望我將來呢 要變成怎樣 他們只告訴我一件事情 他就說 如果在你的眼前呢 左邊跟右邊各有條路 就算每一個人都走 右邊的條路 但是你是一個人 你想要去走 左邊的條路的話 那你也大膽的去走吧 也就是說呢 你要自己 為自己做的事情負責 那我覺得呢 那我父母對我的這個教育 跟這句話呢 非常的重要 因此呢 我也覺得 我會這樣子對我的孩子說 好 筆記下來 這個加訓 老師呢 補欺別他的一個建議 那當然也很意外的是 沒想到他的孩子 這個是走另外一個路線 仔細想想 好像也是有遺傳 這媽媽呢 就非常的喜好顏色 小孩就非常的好色 對 其實都是好色啦 只是不同的遺傳因子出的突變 對 不太一樣的號色 好 Anyway 這個老師其實 在最近還有很多的企劃 也許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聽到 例如說 剛剛我們講的跟媽媽 在8月 這個Hilo Ho女士 她的一個連講 那麼還有就是 另外一個大師 更資深的 這個Morianta 跟森森大高先生 也有合作 那麼可不可以也針對這個 兩位不同世代的大師 甚至不同性別的大師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很特別的交流 謝謝 謝謝